破族犯規,阿嬤不希望大家關心 只管他來申請到財海保祖 像我管理中央官和李維丹明文正 都破族關心阿嬤 中央官也先讓他來收到阿嬤的犯規 想說阿嬤拿出網友官出來的現況 要讓官長中央官 中央官說阿嬤真的很偉大 他的協助將這筆關法 以阿嬤的令義 管給中暫定社會團體 自阿嬤的犯規 中央官先說要送給教養單位 但民眾當中這次 因為阿嬤的貪規如果不太差 事實上連吃都不可以吃 我們上去就比較難吃 很難吃 很難吃 不然這樣好不好 我們破族有民道家園 有聖心教養院 這裡都中種產的 在辰獎的這裡 我們用你的名字把它轉過來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一般的農 會農損 確實是很嚴重 所以這個 總共是個案去處理 我想 這個也是農政單位 要去關心的 如果說 以目前所 承報的要達到 百分之二十趴的 那種 農損面積的話 恐怕 不符合 天然災害的補助辦法 所以這點 是 我們 行政單位 比較困難 不過 阿嬤這個事情 社會很關心 管長 跟市長 跟我 今天來 也是 是 要表示 要怎麼 在法 之外 還是找出一條路 來關心 我們 個別府 所以我想 阿嬤 他自己很重要 絕對比較受社會 的 這個關注 我們希望 政府可以同時 這次 農的一個 災害 我想這一點 是我們政府應該要去關心的 我覺得 阿嬤有一個精神 非常可貴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向 土地致敬 向農民學習 他說農民的尊嚴 我並不需要大家來 可憐我 給我錢 而是說 希望政府對於 針對 榮損的時候 有什麼制度來補償 那我們現在已經 在 根據天然災害的 這個損害標準 在陸續統計中 他可能 單向會超過百分之二十 所以每公頃 就可以補助 六萬塊的現金 那另外之外 這個還可以吃的部分 我會請 鋪子市農會 來收購 收購以後 我們送給 聖心教養院 民道家園 這附近的弱勢團體 電話官表示 阿嬤的範圍 補助農會會收購 並說 阿嬤有一個情形 非常可貴 大家真的要向土地提供 向農民學習 因為阿嬤說 農民的尊嚴 不是要大家來 可能多給我錢 你是希望政府 對於 沾對農巡的時候 有什麼制度 可以保障 先行門中來先 剖出其餐廠 報道